啊 啊 啊 清朝日式寓意 手驾灰杯 带着森巴谷 以及森巴女郎 欢喜菜鸡 这款老子的中间 已经是为每年 省意向温柴鸡 开中的金店卫民 今年11月早上去 坐姆姆的争章 跟翁姓的灰杯 有各种兴兰宝大鸡 为今年 省意向温柴鸡 照亮第一波的活动下来 东部温泉季 在11月1号 下午5点半 正式开幕 这个开幕的前奏呢 我们有一个烤山猪的活动 还有一些我们热场表演 所以这个温泉季 比较不像以往是说 只有一天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月 每个周间 每个礼拜六 每个礼拜天 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节目 让它这个温泉 可以拉长它的这个热潮 省意向温柴鸡 以下的活动将围持一个月 这大几天来 民众来到新一乡 可以收身安排 整奥目前上签的 流离光之桥建成 前后到厨区买葡萄 再到东部泡温柴鸡 享受这些健康 它又有限的泡汤之旅 现在有玻璃吊桥 还有葡萄 这个产剂 这样走一走 走一走 又去温柴鸡 去来东部 温柴温柴 大一面 空气非常好 对身体也很有幫助 我想用时间拉长的方式 让游客可以常驻 在我们新乡 间接地带动我们 这样二日游 带动我们产业的一个商机 这次最特别的是 主办单位又特别邀请到 中华会订阅会设计会 来到东部电视 七十多个警察 正在的聪议会订 在一月早上 又准备了行大地 顶的环境方便餐 要交代UK 加上现场 又能够提大众 让这些来参加的民众 都能够出现 记者几宝山彩虹报道